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小七说电影,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七 今天呢给大家说一部扎扎辉主演的情剧电影 扎扎辉是一名香港警察在顺利完成学校保护人质事件后 上次派遣他去调查香港有名的老称金格 于是扎扎辉一番打扮后以小弟身份接近了他 某天我们的扎扎辉在沙滩上对腐败貌美的初恋一见钟情 更是当众幻想了他和初恋所能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夜晚扎扎辉在别墅悬夜时无意间发现了在书房拷贝金格电脑资料的初恋 于是上前和他交谈 但谁知这时书房门被打开导致初恋被人发现 随即初恋和对方打了起来 可能因为功夫不到家的原因三下五除二之后初恋就被对方打败了 不过这时打算英雄救美的扎扎辉主动冲上前去让初恋挟持了自己顺利逃脱 几日后扎扎辉和自己的女友秀妹去一睹文明天下的澳门 参加姐夫前往治王星爷的聚会 扎扎辉可能因为星爷抢了他的风头而对他不满 最终他遭到了星爷的教训 于是扎扎辉伤心的离开了这里 回到香港后秀妹发现了就在扎扎辉家中的初恋 于是离开了他 这时色欲熏悉的扎扎辉为了让初恋喜欢上自己 他应了初恋提出的合伙对付金格的计划 随后他将初恋带到了金格面前 扎扎辉则独自一人偷偷去书房拷贝金格的电脑资料 更让警方前来逮捕金格 但谁知扎扎辉拷贝的资料却是电脑变毒 导致警署电脑极体瘫痪 他也因为此事被组长放长假 就这样扎扎辉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警署 但谁知这时他遭到了一伙社会人的坠杀 关键时刻他被赶到此地的初恋救下 返回家中后初恋开启了对扎扎辉的勾引模式 俗话说英雄都难过美人观 何况是我们的扎扎辉呢 不过袖子头上一把刀 我们的扎扎辉被对方进行了全程直播 但可惜的是没有老铁给他刷礼物 随后初恋使用电击枪将扎扎辉点晕了过去 当众将他扔在了闹市区 一段时间后袖内找到了扎扎辉 表示自己对过去的事不放在心上 更是主动和他商量起了和仙爷报仇的事情 但谁知仙爷在知晓此事后 却不愿意帮他对付金哥 不过金哥只晓此事后去派出杀手 去招惹新爷 就这样新爷答应了扎扎辉对付金哥的请求 来到香港的新爷很嚣张的来到金哥家中 迎走千万港币 不甘心的金哥和新爷约定 周末一决胜负 这时香港发生了一件大事 几大富豪集体失踪 股市一落千丈 夜晚新爷在夜叹金哥别墅时被对方发现 惨遭对方监禁 谁知在这里新爷意外发现几大富豪 时间眨眼前就到了周末 扎扎辉只好带新爷出战 排数不惊的扎扎辉只好在赌桌上不断破颜时间 此时女友秀妹和新爷妻子 联手秀出了被抓的新爷和几大富豪 随后新爷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赌局 但却无法上前替换下扎扎辉 最终扎扎辉在编剧的安排下 侥幸赢了金哥 而这时其他富豪也出面将金哥的阴谋告知众人 好了本期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击关注哦 小七风里玉里和你不见不散 拜拜